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特别嘉宾 也就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委员 等一下会以全席投影的方式来演讲 而这一次唐凤委员他演讲的主题是 台湾社会创新发展趋势 我们来欢迎唐凤委员 就在几个月前 行政院通过了社会创新行动方案 所谓的社会创新 就是让创新发生的时候 他不只是解决社会和环境的问题 也是让整个社会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参与像在AI这样子的一个时代 AI要怎么样融入我们的生活 对社会才是一件好事 而不是集中在少数的一些人的手上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在台北 也就是在空总的 社会创新实验中心的办公室 这边呢其实像这个足球场 就是许多喜汉儿画出来的 我们按照他们画出来的这样子的艺术创作 去做出这个空间的布置 那为什么特别展示这边给大家看 就是因为说这个场地 就是我们上百个不同的社会创新团队 每一次要做任何创新实验的时候 都可以运用这个场地去展示给大家看说 这样子的创新到底是什么情况 据理来讲在几个月前 MIT Media Lab就跟北科大的一些朋友们 在这边放了很多会走路的AI 就是无人的三轮车 这些无人的三轮车呢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虽然童谣里面说它跑得快 但是事实上跑得蛮慢的 意思就是撞到人啊撞到东西啊 都不会怎么样 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在 好比想说一面在花式 逛花式shopping的过程里面 或者是在人性道上 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时政场域里面 可以看到不只是怎么让这些 无人车这些AI 更了解我们旁边的周边的社会 也让社会更了解到说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跟这样子的 无人车进行相处 那在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开放性 不但它的城市码是开放的 而且它中间累积的资料也是开放资料 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等什么原厂 去帮它进行调教 任何时候你希望这样子的AI 帮你多做一些事情 你只要找你旁边的一个大学生 帮你改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也就是台湾在个人电脑时代 就已经发展出来叫做 personal computing 也就是说所谓电脑所谓的运算 这个是为了我们自己 让整个社会更好 而不是好像大家都一定要连到一个 很大的中央的主机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AI的时代里面 不只是所谓产业AI化 AI本身也要透过像这样子 实证场域的方式去进行民主化 为什么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让整个社会看到 AI怎么样融入社会的话 我们就会有少数的 好比像说一些技术的开发商 他跟好比像说经济部 可能是左边的那个绳结 或者像说对环境感兴趣的一些环保的一些人士 可能往右边的那个省结 可能是环保署 也许是卫福部 内政部等等的不同的部会 各自好像会拉扯 因为资讯不对等的关系 每一个相关的团体 就会往该部会去进行 澄清去进行一些lobby 但是在过程里面 整个政府没有办法 因为每一个新兴的事物 我们就设立一个新的委员会 新的部会来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如果硬要去组织 去仲裁大家的话 那就好像绳子在中间会绷得越来越紧 好在我们现在有一套新的治理方法 叫做协作式的治理方法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会再说 你一定要靠政府才能组织 事实上大家透过社群媒体 透过网级网络 早就已经很容易自己组织起来了 我们也不是说政府所有资讯 全部藏在政府里面 相反的我们是透过资料跟大家共享 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创新的方式 去问说 OK大家立场不一样 在意的事情不一样 但是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价值 好比像说它的安全性 好比像说它可以解释 为什么这AI做出这样子的行为 这样的行动 等等 这些是不是大家都认同的 如果是大家都认同的 那么我们的创新就可以去 在不牺牲任何人的情况下 去满足这些共同的价值 不过呢 这些听起来都很抽象 好比像说 如果不是有一个三轮车 自己在你旁边跑来跑去 其实你问说 请问一个无人的三轮车 它用什么方式去跟你沟通 大家在脑里 其实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的 所以第一手的经验 就是我们这样子 社会创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了促进大家 有第一手的经验 我们现在在推行一个概念 叫做Sandbox 就是沙盒的概念 什么叫Sandbox呢 就好像小孩在玩沙一样 它有一个明确的边界 有一个明确的风险的范围 有一个明确的空间 时间 平谱 或者是地点 那在这里面 它可以实业一段时间 好比像说一年 让大家去看到说 这种新的AI应用 会有怎么样子的 一个对社会的好的影响力 那我们今年一月开始 国发会就已经有 平台经济相关的 一个法规调试方案 我们在今年的四月 金管会也开始有向AI帮忙理财 帮忙进行受信等等的 这样子一种金融创新沙盒 最近第一个案子也刚通过 就是年轻人 他以后可能不需要 拿双证件去银行开户 他可以直接用手机 用他在中华电信的 电信缴款的这个记录 AI就可以帮忙判断说 要不要受信给他 以及他可以借多少钱 那这个他就是实验 大概四千位朋友 如果里面AI判断错误 到达五个人 这个实验就终止 因为我们就知道说 AI还没有到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如果经过一年 他实验都很成功 他就变成 我们可以让大家 再做普惠金融 就是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 金融服务的一个 非常好的AI的应用 那当然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立法院 能够通过无人载具的沙盒 那这个更是会走路的 会移动的AI 为什么三轮车可以开 是因为它的路权 是行人的路权 然后我刚刚讲到撞到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在车道上的车子 在天上飞的无人机 或在海上的无人船 所有这些东西 它都会跟交通部现有的法令进行抵触 所以呢 我们就责称经济部技术处 去帮忙当一个收单的一个单位 在无人载具沙盒通过之后 任何时候 好比像说 可能爱河 它本来就有一些船嘛 电动船在那边开 那未来能不能换场无人的呢 或者是说也许高雄有些捷运 它最后意义的接驳 也许捷运就没有盖到那边 那这是一个固定的路线 有没有可能透过无人的公车 来进行运输呢 所有这些在地的需求 只要有朋友愿意提出 我们就愿意让经济部技术处 协调交通部 我们可以实验到一年的时间 在这个中间 是连营运模式都可以去做实验 这一年的过程里面 同样的如果它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发生了一些故障 或者是说它造成了一些不利的风险 那么实验马上就结束 但是如果实验成功的话 也许它开的速度可以再提高一些 也许它的范围可以再扩大一些 可以到两年的这个时间 那如果它需要修改交通部的法律的话 如果只是法规 那也许公告60天就生效了 我们就多了很多无人在区会走路的AI 去跟大家互动 如果它需要法律的修正的话 那么立法院最多可以花四年的时间 在这四年的法律修正里面 所有的这些AI相关的实验 都还可以继续去执行 也就是说我们会希望 AI的研究者 他不要封闭在一个 好像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 去进行测试 而是勇敢的把它拿出来 不管是刚刚讲的这些高雄的场域 或者台南的上海科学城 或台北的领口 或者刚刚讲的空总的这个中心 都可以让大家变成日常的互动的一部分 这样就好像我们去动物园看动物一样 慢慢就你熟悉了这些新的物种 也比较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 跟它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关系 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中央部会 现在当然还会在高雄 大部分都还在台北 的这样一个不是很平衡的情况下 我们呢就是透过视讯会议的方式 去让所有的 好比像说高雄的朋友们 当他看到这样子的AI应用 发生了一些想要讨论的一些事项的时候 我就会亲自到高雄去跟大家进行讨论 那旁边的其他的朋友们 可能台东啊 里岛啊 等等朋友们 也可以透过视讯来加入 这样子的社会创新巡回会议 而在我们这样子巡回的时候 在台北社会创新事业中心 就12个相关的部会的朋友们 随时在那边stand by 在那边待命 意思就是说 在地朋友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这12个部会的朋友们 如果能够当场回答 就会回答 如果不行的话 两个礼拜之内 他逐字稿释出的时候 他必须给出一个书面回答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虽然地方的每个局处 可能对这件事情 都有不同的见解 但是当中央的12个部会 彼此变成一个虚拟的team的时候 地方的承办人 就比较容易去跟厂商 去跟社会去做沟通 来规划AI要怎么样融入我们的生活 那当然在台南的这个沙伦科学城 就是一个很大的展示空间 不只是会有各国的AI的无人车 或者是其他的技术在这边跑 甚至还会有一个行控中心 你可以在行控中心里面 透过模拟的数据 跟即时的数据 他们跟我说 他们会模拟 好像说很多机车的情况 有绕镜的情况 或者各种各样的情况 都是台湾特有的 那都会让这些无人车能够慢慢习惯 也累积到这些资料 当然AI它的应用 不只是在移动的载具 或者兼容的普惠上面 AI还可以做公共讨论的辅助 好比像说 我们在AI Power Conversation 就是我们透过V台湾 这样一个社群建制的平台 刚才讲到的每一个沙和相关的条款 跟平台经济的法规 都是经过V台湾的讨论之后 我们才做出来的决定 而V台湾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透过AI来帮助大家讨论的 这样子一个系统 我们先把所有相关的事实都统计出来 让大家能够知道说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我们在线上 透过大家手机或电脑 大家都可以分享说 对无人载具有什么想法 我想当年Uber在进入台湾的时候 对没有职业驾照的朋友们 他开车载人的收钱 有什么想法 那这些感受 AI会帮忙去做分类收集之后 去凝聚出大家共同的感受 我们在根据这些共同的感受 去进行法规命令的制定 所以好比像说 像这位朋友叫做Lisa 她所说的就是说 我希望不管是时间 还是在空间上面 如果你一个地方正在进行 沙河的测试的话 它有明确的标注 那不管你是同意它的感受 或不同意它的感受 你的这个蓝色的圈圈 就会在这边移动 你也可以知道 你的Facebook或Twitter朋友 到底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经过几个礼拜的这样子 反复的讨论之后 我们就发现说 因为这个线上的空间 它不能够去回复彼此 也就是说 大家没有办法去攻击彼此的可信度 大家只能够贡献出 自己新的感受跟想法 让其他人去看 有没有起共鸣 所以我们每次都可以收到 相当多的粗略的这些共识 就是左边的部分 那右边的部分 就是有争议的部分 我们也会让这个 要做实验的厂商 或者是要做部署的地方政府 或者是公部门的各部会的朋友们 去进行参考跟主点的回应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不同立场的朋友们 就可以结合彼此的力量 一起来达到 既能够解决社会问题 又能够促进产业发展的 社会创新跟产业创新 并行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民生公共物联网 它就是靠民间 自己去做空气品质的这个感测 但是我们的环保署 并不是好像受到威胁 然后就说这个数字怎么怎么样 相反的 我们是抱持着一个 打不过就加入的这样一个精神 去让民间没有办法 不见到的点 好比像说 像在左边的这个海域上面 那民间就很难步到 但是我们透过离岸风机 我们就可以放很多的感测器 透过互联网 把实际的 不管是水品质 或者大气品质 等等的这些基础资料 去收集到国家网络 这个高速运算中心 这样什么好处呢 这样子就好像 AI在台湾的各个地方 透过环境品质 就有各种各样子的感测 所以说 AI就不用自己去搜集 这些基础资料 相反的 所有想要开发AI模型 你要进行什么社会活动 会造成什么环境影响 的这些朋友们 就可以共享相同的 这个实施基础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种创新方式 不止解决台湾的社会问题 同时在全世界各国 各位可以看到 只要有想要 类似公民跟产业界 跟政府 要一起互相 达到一个互信的资料基础 这个需求的 常常就已经把我们 这个空气盒子的想法 就已经拿去使用了 因为这个同样的 也是开放元末 也是开放资料 也是一种开放式的创新 所以在这边也打一个广告 就是我们民生公共 物联网的网站 ci.taiwan.gov.tw 这个网站 不但有一些竞赛相关的讯息 更重要的是 这里面有所有想要取用 及时的资料的朋友们 都可以来跨部会的看到 所有部会相关的资料集 那这种跨部会的网站 也是我们社会创新的一个 很重要的带头的作用 因为在以前都是各部会 各自兼职各自的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共用的网运 所以如果你对AI有兴趣 那你只要把这个 ci.c换成a 你到ai.taiwan.gov.tw 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 AI行动方案相关的 甚至国际友人 所关心的这些资料 社会创新 你就要把ci.c换成一个s social innovation si.taiwan.gov.tw 就有我们所有社会创新相关的资料 同样 声音方案可能是bio 或者是智慧国家 可能是smart 总之就是前面的这个字换一下 但是后面都在 台湾.gov.tw 大家就不用去猜 到底是哪个部会 才是主管机关 因为我们政府是一体的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做所有这些事情 不是只是解决台湾的问题 我们联合国有所谓的 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从2015年开始 所有各国的政府 跟各国的私部门 各国的公民团体 上百万人 回答同一问题 就是你希望在2030年 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然后呢 这上百万的互相 彼此的这个愿望 经过非常非常多的收集的过程 变成联合国所有的会员国 都统一了17项的这个目标 这里面就包含永续的社会 永续的经济 跟永续的环境 所以这17个只有彼此加强 而不会彼此抵消 那我刚才分享的这些做法 就是联合国这个永续发展目标里面的第17项 也就是跨领域 跨部门 跨国的合作的关系 包含第17点18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这些资料 不止我们台湾自己使用 也跟全世界分享 包含17点17 就是我们不止跟国内的厂商 跟社会合作 也跟国际的合作 以及17点6 就是我们这边做出来的创新 我们透过SDG的编码 就可以变成我们对外国的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关系 这是我们所谓的暖实力 Warm power 这样子一种外交的一种方式 最后我想念一首 我常常在国际的场合 去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在台湾进行数位 以及AI相关发展的一首诗 那这是英文的一首诗 它代表的就是我们在台湾发展这个技术 永远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 而是为了社会的共好而发展技术 这首诗是这样的 When we see internet of things Let's make it an internet of beings When we see virtual reality Let's make it a shared reality When we see machine learning Let's make i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hen we see user experience Let's make it about human experience And when we see that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Let us always remember That the plurality is here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唐后委员 再来精彩的演讲内容 其实除了演讲之外 我们也会整了一些在报名的时候 有提出一些问题 想要请教唐后委员的 那么委员也提前来帮我们回答了 我们来看一下唐后委员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说 想请问台湾的资讯整合产业要怎么样推动发展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刚才提到 smart.taiwan.gov.tw上面 数位国家的这个方案 我们极力地要营造了这样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其实台湾本来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在硬体的元件 或者是在垂直的整合 精密的机械等等的这些部分 长期以来都是距于全世界领先的一个位置 现在呢 大家所看的新的这一波的东西 好比像说以软体为主的机器学习啊 AI啊 或者是以这个感知层为主的 好比像说IoT啊 IoT上面的资料分析啊等等 其实台湾在学术界的能量也是非常强的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怎么样把 这一块跟这一块 能够找一些对大家都有意义的题目 去把它连在一起 因为只有连在一起 双方才可以看到说 彼此都是有它的专业 水都非常的深 而且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才能够吸引到外国的 不管是人才或者是投资者 所以怎么样创造出这样子的题目 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的策略呢 简单来讲就是先看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里面那些最严重 以及临近的周边区域大概很快也会面临到那次的问题 我们去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之后 这个东西就很容易输出 举例来讲 台湾人口老化的速度是全世界数以数而的快 我们很快就会面临到说 长期照顾有很多朋友们 他在看诊所一次跟下一次的过程里面 他也许有很多部分是他必须要在家去进行照顾的 那这样子的一种远距的照顾 远距的医疗 居家的一些智慧穿戴时的设施 居家访试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这个就是插健保卡 三卡过卡之后 这个每一个不同的科别 还要分别的去这个诊断开药 他有没有可能有一种更整合性的居家式的一种方式 让所有的包含长辈 以及其他的行动不便的朋友 都能够获得最好的 好像就是他自己最熟悉的这样的方式 去互动的这个医疗 这里面呢就不只是人工智慧 他在诊疗跟判断上面的应用 也包含人机互动的部分 好比像说长辈 他也许就是习惯用台语 用客家化 甚至用日语 为什么不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跟机器互动 那他不一定会接受说 怎么都用打字的 或者是都用这样的方式去互动 所以AI在里面每一个部分都能够进入 而且他在进入的过程里面 都可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在这里面不但需要硬体厂商 感测器厂商等等的支援 我们也需要这些新创团队做演算法的 做资料科学的 甚至是做人机界面的这些互动的服务设计师的这些朋友们 所以这不只可以达成世代之间解一个新题目 同时也可以让我们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 甚至还可以输出 那当然远距一定要承照 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我们在明年会有一个地方创生的一个行动策略 这个策略里面会把台湾的每一个不同的地方 它的特色 它的故事 它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想要待在这边 等等的这些部分都盘点出来 在经营地方生态系的同时 也把解决在地的社会问题 当作一个新的产业的一个机会 所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地方创生的方案 我想这个就是让资讯产业能够直接对焦到社会需求 而不是好像只是照顾产业需求的一个具体的回答 那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改善南部软体人才的育成环境跟就业环境 我想我们做软体开发的 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充足的平凡 充足的社群的资源 这些社群分成两种 一种是开发者的社群 就是跟我们一样在解类类似题目的朋友们 随时可以有每个礼拜的聚会 或者是有一些大家可以很放松 聊一些最新的技术 最新的发展 甚至是八卦的这些小剧 那这个是一个部分 但是第二个部分 我们同时 因为软体是一个非常靠脑力 以及创意的一个产业 我们需要一直接受不同的 包含人文的 艺术的 社会各种各样的方面的 创新的朋友们的刺激 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变成 好像就很窄的方式去解这个题目 而是能够用有创造力的方式 去集思广益解决社会问题 所以我觉得高雄在这方面 其实并不弱 因为不管是人文的 环境的 或者是艺术方面的发展 其实都是相当相当好的地方 我想最需要的 反而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第一个类型 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地的 做技术的社群 做设计的社群 做软体 做各种方面的社群 都能够很自发的去绕着 不管是大学 或者是像各位所在的 现在这样子一个软体园区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 社会创新的实验空间 这些空间更进一步的 让这些来聚会的朋友们 去决定一些很基本的事情 好比像说 每天可不可以开晚一点 开到半夜11点 这个是我们在台北 社会创新行业中心 大家提的第一个要求 因为大家发现说 办完活动之后 就散掉了 你还要去旁边找餐厅 很麻烦 所以他希望说 我们开到半夜11点 好比像说 是不是可以有厨房 或者是有咖啡厅 甚至像在社创中心 大家还指明要一位大厨 所以我们就有史达鲁 这位大厨 来帮他做好吃的 那他用的食材 又是非常有意义的 各种社会创新团队 所做出来的料理 中间可能还用区块链 去做产销驴铃 总之 因为他本来是软体工程师 所以这位大厨 他就可以帮他的料理 讲出非常多的 技术上面有意义的 一些故事出来 那这样子 其实你不管参加 什么小聚 什么研讨会 大家听过一个月 大概就忘记了 但是呢 如果食物很好吃 如果饮料很棒的话 你过了一个月 一定还要记得 而且一个月之后 他会回来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空间本身 友善的程度 以及大家可以一起决定 这个空间的程度 很大一部分会决定 大家愿不愿意 从研究室里面 从房子里面走出来 而一旦走出来 一旦开始生根落地 去认识在地的 这些朋友之后 那你就搬不走 因为大家的心 大家的这个社会影响力 就会留在这个堂底 所以我想营造 这样子一种 共创的空间 很可能是 让软体人才愿意留下来的 几个最重要的关键之一 那第三个问题 大家想要关心的是说 产业在我们所谓 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 如何付出最小的代价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现在大家想到 所谓的尖端技术的时候 常常想到的都是一些 非常高大上的 就是说你要付很多很多钱 请非常非常专业的人 然后感觉上才能够 做出一些成绩 那如果没有做出来的话 那就好像赔本了这样子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 AI的开发的技术 都是我刚才所说的 开放原始码的这个技术 意思就是说 你取得这个技术本身 是不用付授权费用的 那你要付的是什么呢 你要付的是时间 你要付的是 你去检查你的工作里面 有哪些工作 它符合我们在资讯科学上 叫做trivial 那中文可能翻成rong 就是有哪些很rong的事情 什么是rong的事情呢 就是任何人来做 都一样 结果都一样 只有你这个专业训练程度 也许你可以做快一点 但是就这样 任何人来做 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差别 然后呢 大家在做的时候呢 它的输入的格式是固定的 它的输出的格式也是固定的 所以它可以累积相当大的资料 这样子的rong的事情 就是最适合AI的地方 好比讲说 台湾自来学公司 他们管的这个管线 是全世界最长 他们有很多老师傅 寻回全台湾 一年半的时间 寻回一圈 就是为了听漏水 这件事情 他们带着厂听诊器这样子的东西 去听说什么时候会出现漏水 那这个非常专业啊 但是你不管是专业 三十年老师傅 还是三年的这个学徒 你只有准跟不准的差别 到最后你的判断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有漏水 或者没有漏水 所以他们就透过总统杯的社会创新 黑客松 去把这些资料 水压 水流量等等 去公布给所有愿意用人工智慧 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做一个机器学徒 这样子的团队 最后他们就把这样子的时间 缩短成本来的十分之音 因为机器学徒这些AI 可以推荐给这些师傅 哪些地方最可能漏水 他们先去听那些地方 而不是好像有点盲目的 你每个地方都非得听不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说它可以极大程度的去善用人的时间 因为如果你是一位师傅 你也不想一天听一下 全部都没有漏水 这其实蛮浪费时间的 所以如何让大家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 去找出到底是管子怎么破裂 是天灾地震 还是怎么样 怎么样修 这种是需要创意的部分 让师傅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 那至于到底有漏水还是没有漏水 这个就交给AI去解决就好了 那所以说有一个明确的容的事情 大家愿意重新改造自己的这个流程 有资料先释出来 然后跟民间交互协作 这样子就可以在最小的代价底下 去只是你只解决不像台水90% 你只解决50% 那也省你一半的时间 这样子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像这样子的团队 目前就正在纽西兰 帮助纽西兰政府 因为他们本来没有缺水的 但是气候变迁嘛 所以跟我们一样 开始有水资源问题了 所以他们的自来水公司 就也愿意把他们的资料交出来 让台湾的这些AI的团队 来帮忙解决他们那边的水资源问题 所以又变成我们外交上面的一个贡献 所以这样子检查荣誓 跟AI的这个研究者具体合作的这样方式 就是最小代价解决的一个 数位转型的一个方法 有一位朋友询问的是说 关于未来高雄 有没有一些高雄现在还没有 但是未来可能有的一些产业 其实我刚刚讲到 好比像说在爱河上面开这个无人船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想象 我们最近才出了一个案子 就是在东沙岛 就是大家要不要去东沙岛 进行观光的这样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很有意思 因为东沙岛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风景蛮不错的 可是岛上的这个地呢 不是很大 所以说呢 住宿就变成一个问题 所以高雄市政府的朋友们来参加我们这个协作会议的预备会的时候 就提到说 高雄可以发展一个新的产业 就是游艇的这样一个产业 因为大概大家不一定知道 现在已经有接近一百个这个停泊的这个位置 因为游艇的好处就是 它不管是去南方四岛国家公园 或者去东沙国家公园 或者去所有这些海洋国家公园 你有海水单化的这个设备在船上 你住也是住在船上 你开就算开16个小时 在船上有非常多可以玩的事情 所以无形之中 它就不用受这个天气这个扳机起这样的影响 它就可以发展出一个全新的以海洋为主的 这样子一种休闲娱乐的一种形态 当然这边提游艇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但是我会希望大家多想一想 就是高雄市它管的海的部分 很可能比陆地的部分要来的多 要来的大 而且在里面海洋的生物多样性 那是全世界有10%的海洋物种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面我想一定可以发展出更多的不同的产业 是以海为基础这样一种产业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海洋委员会要设在高雄的关系 当然我们在前瞻基础建设的时候 我们也有编列一些预算 把高雄变成AR VR体感等等的这种新的一种重镇 我们看到的也是因为从高雄的角度来看 我们如果去用AR VR等等这些方式 让人根本不用去东沙 你只要戴上一个VR的眼镜 甚至是你到一个这个360度投影的这个房间 甚至还有体感 你就可以去体验那种环郊啊 潜水啊等等的这样子一种方式 无形之中它不但是促进了旅游 它也可以带动在地的内容 软体动画等等的所有这些产业 进一步的去让没有来过台湾的朋友们 也好像来过台湾旅游 或者甚至未来不只是旅游 包含教学会议各种各样子的动画等等 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新的技术去加以实现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明年五月 在喜汉仁基金会的这个领导之下 我们的明日亚洲 就是全亚太的社会创新 社会企业的年会 同样也会在高雄去举办 我们就希望整个亚洲的朋友们都可以看到 高雄在这方面的新的能量 不管是在循环经济 在任性城市 所有这些方面 那我们也是让整个亚洲朋友 帮高雄动脑筋 然后集思广益 去找出新的产业发展的可能性 那第五个题目 有位朋友提到说 难回的医疗资源相对比较匮乏 不晓得能不能透过数位医疗的方式来解决 确实我们是直到今年 在远距医疗的这个修法办法通过之后 我们才能够去远端去看诊 甚至去开药 或去做各种各样子的医疗的这个行为 所以首先就在医疗行为相对缺乏的一些地区 我们现在可以透过视讯连线的方式 去让其他的大医院的朋友们来帮忙 诊所的朋友们一起去做诊断 甚至去做一些后续的追踪 这个是已经上路的一个办法 那当然呢也不只是医师 好比像说像心理师朋友也常常来问我们说 其实有些长辈啊 有些想要照顾的 他其实需要是人跟他自伤 跟他多聊聊等等这些部分 那这个呢目前也是只要有医师提出实验计划 那么这些心理师 不管是临床心理师 或者是其他的资讯的朋友们 都可以在这个实验计划里面 一起去进行这样子的远距的医疗 但除了这么远去的关怀跟医疗跟照顾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居家医疗的这个情境 居家医疗的情境里面 我们之前听到的是说 很多时候居家访式的团队 因为健保卡的关系 他要背一个四公斤重的背包 他要用一个手提示的一个 上网的一个热点 然后他还要配一个电脑 然后他还要这个你的健保卡拿出来 还要过卡 这个三卡的这个过程 那中间一碰到 网络可能断讯啊 收不太到啊 或等等这个情况 他不但没有办法 及时调出你的病例资料 而且呢 说不定还没有办法实际去开药 有各种各样子的挑战跟困难 所以我们今年也跟 卫福部健保署一起合作 去进行这种所谓的远距的 居家的各种各样不同情境的健保的 重新规划 那所以在明年上半年 我们就会开始进行各种不同的小规模测试 第一个测试 很可能就是在居家医疗这个情境里面 过来的这位医师的这个团队 他不一定要随时都有4G的这个连线 他也不一定要随时都连上 卫福部的系统 他可以先看诊 然后呢 在他的手提型的装置 像说平板或者手机上面 去进行一些诊查的一种动作 那再透过一个感应式的读卡提 去感应你的这个健保卡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他回来之后再进行 好比像说上船啊 这个开药啊 等等的这样子一种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像在宅医疗学会 以及其他朋友们都不断告诉我们 事实上除了我们想到这些之外 还有更多更多的需求 那这些需求我们也会 一个一个在我们扩大测试的 这个过程里面 去实际去满足 所以透过远距 透过在宅 以及透过新的创新的健保的运用 我想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偏箱的医疗的需求 虽然没办法一下子马上满足 但是会越来越贴近大家实际的需要 那第六个问题 也有朋友提到说 物联网 IoT跟人工智慧AI结合的运用 其实刚才我们也听到相当多了 但是呢 大家对于资安 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些疑虑 那不晓得我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想呢 IoT确实资安是大家最关心的 因为不然的话 好比像说一个IP的摄影机 那如果被害进去的话 那它当然就可以去用来当做跳板 甚至做各种各样不好的这个用途 那当然我可以这个很负责任的说 我们不管是经济部标减局 去颁布这个IPCAM相关的资安的规范 或者是说明年1月1号 就要上路的资通安全法 以及资通安全法所有相关的子法 在这里面都会有充足的能量 去让所有的厂商碰到资安问题的时候 它可以及时的通报 而且在甚至发生问题之前 就主动的有充足的能量去做监测 但是呢 我觉得法律跟我们播的预算 这很可能只是第一步而已 最重要的是你要营造出一种文化 让这些相当会做资安的 我们这些白帽骇客们 他们一直戴着白帽 不要变成黑帽骇客 那这件事非常重要 它不像说我两年前刚加入内阁的时候 我就自己架了一个开放原始码系统 叫做Sandstorm 那在Sandstorm上面我们就有共享的文件 共享的试算表 共享的日历 共享的聊天室等等等等 这种群组的软体 但是我怎么知道它资安有没有问题呢 它虽然是开放原码也有很多人看过了 但是我们做的事情 就我们聘请台湾最强的白帽骇客 在全世界DevCon都得过第二名的这样子的朋友们 花半年的时间 一行一行的城市去打这套系统 那他们打的过程里面 也找到三个 不是很严重 但是也是轻微的漏洞 他们就报了所谓的CVE 在他们那一行就好像徽章一样了 就是说我找得到就很厉害 这样子 那一方面呢 我们会非常肯定他们也多充足的预算给他们之外 而且呢 他们去DevCon回来还总统接见 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这样子一种文化 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去找出漏洞 而且是主动通报这个漏洞的话 那我们在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 以及所有的这个政府的各部门里面 我们不但不把各位这些白帽骇客看作是威胁 相反的各位是最重要的 就是跟国军差不多一样重要的 所谓资安及国安的这些英雄 那所以不但有所谓的徽章总统接见 或者是我有事没事就可以这个 跟大家讨论一下切磋一下技术 那更重要的是说 大家随时都会发现说 不管任何新的系统在建制的时候 我们都会拨5%以上的预算 去做先起的这种资安 不管是所谓的penetration testing 就是渗透测试 或者是资安相关的其他的检测 那这些都需要我们这些白帽骇客来做 所以任何政府的计划 不是只有资讯计划 任何政府的计划里面 接下来都会有充足的预算 去不但壮大我们资安的产业 也让我们这些资安白帽骇客的朋友们 在工作上面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